大家好,我是罗北安,我来看这出席 三年多来第一次有时间来看 叫我怎么讲,金士杰老师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他已经在 我在这里 金士杰老师应该在这里,在这里,继续往上攀 他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好可以下来了 真的这出席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让我真的惊艳的反而是阿亮 他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稳 我知道他对于剧场 他其实不是这么的,是一个老资格 但是,这出戏让我看到他慢慢的 从一个年轻人到一个社会化 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变化 当他回到金士杰老师演的教授这边的时候 我看他一步一步的,一步的 这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 他是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从这里再慢慢回到教授的这个世界 我觉得他做的 说清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太清楚了,但是没有 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很模糊的 让我们看他回到原来他原本的学生的模样 回到当初想谈音乐的那个 阿亮这在夸奖吗?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真的是Bravo 值得一看再看 坐在我前面的是世伟 王世伟 王志伟 对不起,王志伟 他说他已经看第三次了 我一点都不讶异 你会再回来看 这出戏 不是最后一场戏喔 不是最后一场戏 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回来看 而是从头到尾 拍水自尾 居然把你这样想成世伟 但是 Bravo 可以再来看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